初四一大早 国武出现北返车潮 投城到平临路段 时速一度低于20公里 其他各地交通还算顺畅 不过午后国一北向 西罗道浦岩系统 国三大山至香山 国武宜兰至平临路段等 预计会一路塞到深夜 要抢在高山载前 通行的车辆出现 所以现在国武就是 车流量有较多的一个现象 国一北向像是 新竹系统是湖口 以及国三的关西之大西 大约会在下午 也就是三点四点后 会有车流较多 高城在管制方面 国武北向下午两点到九点 国一高雄端至湖口 国三九如至大西 则是下午一点到六点 另外部分路段 实施扎道封闭 浦岩系统的北向路口 以及国三西兵北向路口 有实施全天后的封闭 国一湖北仁德的北向路口 以及国一王田双向 国三命间双向 从早上七点到晚间七点 都实施扎道封闭的措施 高工局预估全线交通量 会达到13800万车公里 北向部分更是平常交通量的 1.7倍 提醒民众多利用替代道路 大家新闻